记者陈伟茨新北报道,不少人喜欢上脸书看直播抢便宜,没想到最后却是诈骗犯找上门,30岁饶兴男子上脸书观看直播拍卖,之后便冒充直播主与得标买家联络,扬成商品需线上刷卡消费,骗到信用卡号买后再去到刷,成功刷的17,498元,新北地院已伪造文书,诈欺罪判处。 有期徒刑9月,得一颗罚金27万元,可上诉起诉指出,去年8月起,饶南在新北市中和区住处以手机上网连接台北冰箱,柯梦杰,Betty Seal等贩卖海鲜肉品,体育用品,珠宝美妆的脸书粉丝专页,协取卖家脸书头像后,另申请脸书账号及LINE账号,之后一边观看直播拍卖, 卖状况,一边假冒卖家,透过脸书与LINE跟的标者联络,谎称的标商品需以信用卡付款,传媒早的确认表单给的标者,四名买家悟性填入完整的信用卡资料,去年8月至12月,饶南池这些信用卡资料,在网路上疯狂刷卡, 购买游戏电数,手机,笔电,按摩券,食材等,前后供刷卡消费168000余元,因部分订单交易取消,最后仅成功到刷17498元,买家与银行察觉有意报警处理, 直播业者也在脸书发文提醒买家防诈,强调绝对不会以FB或LINE私讯买家汇款或刷卡 检方针讯时,饶南坦诚到刷信用卡,但否认行骗,公称信用卡都是绰号辉哥的同伙炸逮 审理时,饶南全部认罪,并与二名被害人及台北兵将调解成立,法官因此判刑9月,得一颗罚金